图形 他就会觉得我是要做东西 他就会很直观的跟医生说 医生你给我做一个更进一步的检查 2015年我这个病人他做了这个检查之后 他就发现到他的大肠是有一个吸肉的 是我们当时叫做Force Alarm 有一个吸肉 但是很凑巧的这个吸肉一给拿掉以后 他的肿瘤指标就马上下滑了 直线式的下滑 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 他的指标又在上升了 我想说我这个病人从2012年到2015年 最高峰的时候以及2020年 他诊断出肠癌第一期的时候 我这个病人是一点临床症状都没有 我们说大肠癌的临床症状是什么 大便出血 大便发黑 或者是身体消 那个体重消瘦 食欲下降 那个大便的习惯改变 我这个病人一点都没有 他还是能吃能喝 平时还是能够做运动 对吧 然后他的大便也是很干净的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就帮他诊断出来了大肠癌第一期 那当然我想说 这些就是一些数据的一些分析了 好像我们说这个新冠肺炎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你看新冠肺炎的一开始是怎样的 就是靠医生的灵敏性 OK 就是他很灵敏 他就可能当时候在中国武汉 一个医生就发现到 为什么我社区中这么多肺炎 因为我们说 医学上他肯定是有一个规律的 OK 那如果这个规律变成是一个 经常在发生的东西 这个病人是一个肺炎的表现 但是他的社区里面又有很多人 跟他是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怀疑 是不是社区当中有了一个 很特别的疾病在发生 那么进来医院 你以为是个简单的肺炎 你给了药 他变得不好 他要进ICU 他要擦喉 没多久病人就离世了 而这个东西正好 也导致我们医护人员有人中招了 那这些东西 我们就要做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就是一个AI 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的 把这个问题给暴露出来 所以当时候 我觉得武汉肺炎 就是当时的说法 武汉肺炎又叫现在的新冠肺炎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发生的 包括我们今天辉瑞疫苗 对吗 我们这个疫苗 我们用的这个技术是MRNA技术 这个也是离不开 那个AI的帮忙 不然的话我们说 一个疫苗的研发 一直到可以运用 至少要两年时间 但是为什么 辉瑞疫苗可以在短短的 8到9个月 8到10个月左右了 这段时间 他的这个疫苗就可以 紧急使用 这个也是有他的一个 后面的一个技术支持 这个其实也是很感谢 就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就是反映出 其实AI其实在帮助我们 医药界方方面面的这个部分 其实可是其实我们很多可能 年轻人可能会想到说 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学生 可能想到说 哇现在这个看到前线的医护人员 都那么辛苦 那么感觉甚至是有一点 冒着生命的这个危险 就是真的是要付出这个代价 这样子去工作 其实大家有一点担心 不晓得说 其实AI它有没有可能 在某种程度上 它可能也会帮忙接管 医院也好 或者是诊所也好 一些可能比较是危险的 或者是枯燥的一些 体力的劳动 如果你问我 这个可能是要看以后了 这会不会是有什么 机器人的出现 还是一些机器床 或者是设备的出现 因为我们说 医学这个行业 如果你问我 它毕竟还是一个 以人为本的行业 OK 它是很多personal touch OK 就是我们说 自己直观上的一个帮助 因为我们说 有时候这种 这样的一个直观上的帮助 也不可能说 完完全全可以被电子化 或者是被AI取代 因为好像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们要帮病人 抹身 翻身 或者是擦喉 每个人的 那个景象的 那个大小粗细都不一样 你不可能有一个program 就是让这个电脑 自己主动的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东西就直接进去 这个不可能 我觉得了 至少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包括好像我们说 病人在躺着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预防床入感染吗 你预防床入感染的时候 我们要帮病人翻身 那这个帮病人翻身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用忍力的 或者是比方说 我们帮病人换衣服 帮病人擦身 这个也是要用忍力的 你不可能说 让一个什么机器人 主动的把那个病人刚起来 转过去 然后放下来 然后拿那个水 洗车 洗一下 然后就跑出来 这个我觉得 可能会是一个方向 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方向 但是至少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我觉得是不可能会发生 因为我们医学这个行业 如果每一样东西都被电子化了 我觉得这个 就可能 他失去了这个医学的 那一个以人为本 那种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 是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医生的工作 你面对的不是一个 你面对其实就是生命 可能是某个人家重要的家人 可是人家的爸爸 人家的爷爷 人家的奶奶 人家的妈妈 人家的女儿等等的 所以他其实是活生生的生命 所以可以理解 可是其实还是很多人会很担心 说不晓得说 这个那我们听到那么多的这样 AI都好像都能够来帮助 我们医生的工作 不晓得他有没有 某一种程度上 他可能也消灭了某一些 医院或者是诊所里面的一些工作 不用再用人来做了 可能就是直接用机器来做就可以了 有吗 有啊 如果你要我举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我们说 他有力也有弊了 我就举这个我们的 Mind Sejatera就好了 Mind Sejatera就是一个 最典型的一个电子化的东西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就好像刚才我用回刚才的例子 如果你按照以前的做法的话 那么我们如果要接种疫苗的话 我们会首先会去到我们的那个 甘榜 对吗 去找我们的村长 然后村长再收集完这个资料 然后再交给这个什么 区长 区长再交给县长 然后叫什么议员之类的 你看现在这一些人就全部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都是用Mind Sejatera所取代了 对吗 包括我们今天讲的contract tracing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透过Mind Sejatera来做的 对吗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规定 我们每一个人去哪一个地方都要扫描 这个扫描就是作为一个contract tracing 比方说我在这个时间点上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发现到了确诊病例 那么我在这个点上有谁来过 如果我们的contract tracing是做得好的话了 理想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有办法把这些人全部给扫出来了 那么我们从这一边 我们就慢慢的扩大 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些病情给控制住了 但是可惜 这一个病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发挥 这也就是我说AI里面有一个弊端 OK 好像我们说Mind Sejatera里面 我不知道眼前的听众 有多少个是在埋怨的 没有搞错 我住Kerbong叫我去Cerras打针 我住Cerras叫我去Kerbong打针 因为你要懂 在Mind Sejatera的系统里面 它这两个地方都under KL 那么KL北跟KL南相差很远的 所以我们讲这个 为什么我说医学是不可能完完全全被 这一个AI所取代的 是因为它还是有一个弊端的 还是有一个弊端的 后面我们说我们的凯理 对吗 它不是改变了吗 要我们update我们的postcode 然后尽量让我们的那些接种者 在这一个postcode区里面去接种 但是你要懂在这个之前 因为可能受到一些很多的压力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们是经常听到的 不搞错 我住Sla Yang跑过来 我就不装跑过来 我要经过三个rope block 哎哟 跑到去那边 我的接种时间都已经过了 但是那个医生就对我什么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AI 它出现的一个弊端 所以我们说 它一定是要一个 我自己的教法 叫做虚实结合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人在那边做 然后弹性化的去处理 也要有一个保障大家安全的方法在做 那么可能就会比较好 我相信我们医学以后 应该也会往这一个方向 或者是这一条路前进的 那不晓得说 AI目前就是全球来看 它对病人的这个病情 有没有一些帮助呢 AI的整个发展 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 因为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们就还是用回MaiSegiatra来说 那如果今天没有MaiSegiatra的话 今天我们的疫情 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的疫情可能会比现在更严重 这个是肯定的 也是无用之一的 对不对 所以因为有这个AI的帮助 我相信我们的东西也变得简单化了 或者我又举一个例子 现在不是很多线上教学吗 对吗 那么这种线上教学这种东西 我这样子说好了 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底下 如果你没有线上教学 这些同学 这些学生 他们这一代就废了 就已经完全废了 那如果你有线上教学 有人会谈说 哎呀这个线上教学的那个 什么那一个 效率不是很好 那个应该要传授的地方 其实也没有很好 那我想说 因为我们可能 我觉得我们可能是 这一批的一个产物 那么我们一定会有一些 阻拦 我们会有一些挑战之类的 那但如果你问我的话 他对企业 包括我们医学 我们不是有经常有在开会吗 如果我每一次开会 我都要大家全部坐在一起 面对面 这个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AI 包括今天我们用Zoom Meeting 我们就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 我就可以 我不一定要亲身到现场 我不一定要亲身 然后跟大家见面 来听你们的问题 你们甚至可以po你们的问题给我 我就可以解答了 对吗 我们的听众 不一定是局限于吉隆坡 我们可以到雪州 甚至全马 甚至国外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它肯定对我们的未来 肯定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跟前进 而且在目前的角度上来说 如果跟传统的做法相比 这个其实也在减轻着我们很多的工作 是 我们也听过 就像你刚刚讲的 比如说我们有就是线上教学了 所以我们其实也因为在这次疫情底下 可能大家其实是里面有很多惶恐 对很多的这个医药的东西没有办法掌握 可是感谢 就是线上有很多人都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教学 就可能跟我们解释什么是AZ 什么是这个科兴等等的 这些什么灭活性病毒 所以我们大家就可能至少透过这样子的一些理解 我们心里面可以有一些有一个程度 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些焦虑等等的 这个部分 是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 其实早期我们就听说过 有远距教学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疫情底下 我们大家就感受到了 原来远距教学 在网上上课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同样的我们也听过 好像就是也是有远距的 就是医学这个部分 就是医药的辅助这个部分是吗 崔医生 有啊有啊有啊 好像我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工会有在做的事情 好像以往的话 我们就说住 你住在山区的那些orang asli ok 如果你要去协助他们 传统的做法怎么样呢 就是你自己开车跑去去那个山区 你们去帮助他们 对吗 但是现在 可能我们只要派一个技术人员 去那边set up一个 线上的一些咨询 那其实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问题 直接就给我们看了 好 比方说 我也有在做的 我跟我的工会 我们可以透过手机的视频 ok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病人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这个病人的情况 它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就会跟他说 这个病人必须转出来 到市区去治疗 如果比方说 这个事情是可以在他们里面 可以自行解决的 他们就可以自行解决了 他们已经不再像以前了 以前的话嘛 我们就可能 每一周 或者是每一个月 每一个季度 我们医生要杠着那些 腰箱 医药 医药 原住品 去那边 医务的在那边看诊 那现在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了 只要他们拨个电话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 很快 很 很及时的 马上解决他们的问题 包括像现在 我相信大家可能 都有在留意证 有一些很多医生 他们可能都会把自己的诊所的那个电话 或者是诊所的手机电话都公开给病人 方便病人可能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马上就线上咨询了 或者是线上去找一个答案 这一些就是我们说 他对我们的工作上 也是带来了一个方便 也是带来了一个方便 对的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对我们大家 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我们其实有看到 就是譬如说像 就是消防员 我们有看到 其实也有已经有AI的机器人消防员出来了 他们就透过就是那个遥控的方式 他们可能就是去灭火的时候 可以减少伤亡的这个部分 现在可能很多人也会担心说 这样子我们现在 尤其是这个病毒很不确定 那不晓得说 崔医生您看 就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可能有这么一些 可能比较危险的工作上面 可能也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 就是AI消防员这样子 就是机器人出来 可能他先去面对最前线的 这个可能减少这个病毒感染的 这个部分 你觉得有可能吗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其实我们在手术方面 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做法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前列腺癌这样的一个癌症了 这个前列腺癌 其实有我们 医学上我们已经有 我们是让一个机器人 在没有医 就医生在外面 或者是技术人员在外面 操作的一个情况之下 让这个机器人帮 这个患者把这个前列腺癌给 切掉 这个癌症给切掉 我们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了 那如果你问我比方说 看走这一个AI 就是减少这个机率的话 其实现在大家都有在做着的 你们还记得到 你们还大概可以感觉得到吗 就是你们现在去哪个地方 你们不是要先测一测体温吗 对不对 可能他们是有两种 一种是infra-ray测体温 一种是脸部识别测体温 这个就是啊 对吧 如果我们测到是高体温的 我们可能就转接他去这个地方 如果他是普通体温的话 我们就走这个通道 这一个我相信 在未来这一些都可能会 逐步的取代一个人手 对吗 因为我们以前 我们说去急诊室 没有这个体温剂的时候 一般上都是护士 拿着那一个 有两种 要么耳闻剂 要么就是那个什么 腋下的那个体温剂 测了个十分钟 然后甩一甩 现在是多少度 对吗 那这个东西 现在已经就完全被取代了 对吧 我们都有那种什么 infra rate的那个做法啦 之类的 那么还有我们说 在医院里面 可能抽血 对吗 以往我们说抽血 我们都是要靠 医生的经验 对吧 医生的经验 去摸那根血管 在哪里啊 然后再把针插进去 扎进去 然后拿血 其实现在也不用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机器 一个红外线的机器 它只要在我们体表 大概是我忘记多少个CM里面 一开这个红外线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个血管的走向 那么看到这个血管的走向 我们就可以 因为我们说我们最怕的是遇到一些可能 体型比较偏胖的病人 因为体型偏胖的病人 我们找不到他的血管 对吗 我们的经验可能 对于年轻医生来说 他们可能经验也不足 可能他们就会 有一些病人就会经常投诉的 然后没有搞错啊 扎那个医生啊 只是去一个医院 扎我十几针啊 二十几针这样子啊 没有 这种很难听的话了 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技术 我们可以拿那一个 红外线照一照 我们就可以知道血管的走行 我们就可以很准确的在这个地方 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 包括如果大家说的一个更 更好的啊 我们说心肺复苏 以往我们的心肺复苏 我们不是要一个人力 要没不停的按吗 对吗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按法 这个这样的一个心外的 那个心胸的这个按压 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个仪器 叫做autopause 大家可能可以上网看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机器 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放 把那个人放在这个板上 这个东西他就会自动的 帮我们再做这个心肺复苏 那么这个胸外的 这个胸腔的这个按压 它是很准确的 它是保证那个深度 还有保证的那个频率 因为我们说 如果你用人手去按 问题在于哪里 问题在于哪里 这个人会累的 累的时候 他可能在转手的时候 可能时间就耽搁了 但是我们现在有了 这种这样的一个仪器 那么也就减少了 我们在这一方面上的 一个那个人力的消耗 然后增加了我们的那个存活率 其实我们医学界 已经有了很多这种 这样的东西在帮助我们做事情 就是包括我们最近 我们也看到 就是早期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还是要到医院去 就是确诊 看看自己是阳性阴性的 这个部分 最近也看到那个 整套的那个kit 已经出来了 就可以自己自测了 对啊对啊对啊 这些也是其中一个 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是是是 其实他真的好像可以 大量的取代某一些工作 就是假如继续用这样子 很科技化啊或者是很电子化 或者是很很机械化的这种方式 某一些这样子很基本的这个工作 包括刚刚您讲的那样 量体温啊 量血压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可能都会慢慢被取代 所以不晓得说 就您来看您的工作经验 大学如果刚刚毕业的这些新鲜人 他们有没有可能很容易 其实被就是这一波 这样子的这种科技化啊 电子化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而影响他们可能的就业的机会 如果你问我的话啦 我是觉得现在年轻医生 他们面对到的问题 当然这个是一点啦 这个是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绝对 不会是主要的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这种科技的取代啊 或者是这种科技的 这一方面的问题 它最多最多应该也只占 10%到20%左右而已 因为更大的一部分 为什么会阻止这些学生 然后这些医学生的一个就业 还是什么的话 当然在我们国家里面 我们是医生过剩的 如果大家还可以记得的话 当时候我们的卫生部长 还是蔡希利先生的时候 蔡希利当时就说了 我们的医生是会过剩的 这个事情其实他当时就已经说过了 在2008年的时候 这个医生一定会过剩 但是可能因他养错还是怎样 我们的这个问题就拖到了 2020年2021年爆发 那么这个医生过剩的问题 如果你问我现在我们医院 采取的这些什么合约制 其实他就是在一个精益求精 如果这个做法是做得好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一个 我们讲的一个做法 他会把那些更好的医生留住 对吗 那他们我觉得年轻医生 他除了面对这个精益求精 这个问题以外 他更大的一个问题是面对 就是他们是否能够接受 成为一个医生的压力 OK 因为我们说在医学这个行业 大家都非常容易的了解 医者父母心这一句话 那是很可惜的 医者父母心的这一句话 其实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是 这个医生究竟花多少时间 在这个病人的身上 可能在这个病人的诊治 在这个病人的用心之类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 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医者父母心 但是很可惜的 这个医者父母心 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它是病人家属 不一定看得到的东西 OK 它就会变成是什么呢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我们说老百姓 可能经常看到的 就是价格上的一个区别 比方说 或者是一个态度上的区别 OK 我比方说 这个病人来这个诊所 他看病看了100块钱 拿了5个药 他去了另外一个诊所 看病看了50块钱 也是同样拿5个药 但是他可能就会有 这一套说法 这个医生哪100块钱 这个医生没有良心 我们总这样穷的 还要去砍 还要去什么什么 这个疫情之下 我跟他讲 要求一个简单的 一个折扣他都不给 但是这个50块的医生 就非常有医德 很好 这个医生值得 被捧得高一点 但我想跟各位说 这边可能 可能是存在这一个问题的 什么问题呢 这个50块钱的 这个医生 可能 可能 他用的药物是相对的 比较 适等一点的 那这个100块钱的 这个医生 他用的药 可能是相对比较好 因为我们讲 医院医生 他的一个整个 在医学上的一个 认知的方式 跟在私人界 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医院里面 公立医院里面 我是不看价钱的 我要用什么药 我就用什么药 但是当你跑到来 私利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的是什么 你要考虑 这个病人 是不是负担得起 这个药是不是 好像我们讲 我就举一个 比较更加简单的 一个例子 在公立医院 我要用Ferrari 我就用Ferrari 我根本不用理 Ferrari是多少钱 但是跑到去私利的 然后特别是 像我们这种 家庭医生 这个是我考量的重点 这个病人 能不能够用Ferrari 或者会不会 我换一辆 Toyota Vios 会不会更好一点 反正 他的目的 只是要到终点而已 我没有必要用Ferrari 这样快就马上进校 那如果 他Vios都承担不起 那我是不是要想 Cantio呢 这个就是我们 所谓的医生的用心 当然我们说 一分钱一分货的 你拿一辆 Toyota Vios的 那个安全系数 跟一辆Cantio的 安全系数相比 这个就显而易见 那这边也就导致 那个价格的差别 那这个价格上的差别 可能就是这个东西 在我们医生的脑海 里面想的东西 这个不是病人看得见的 当病人看不见的时候 病人就只会用一个很直观的 都是要吗 这个50块 这个100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我觉得可能年轻的医生 你们可能更加要考虑的 就是在这一个部分上 就是你今天 你的付出 不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回报 OK 好像我又再举多一个例子 比方说 今天我们在社交媒体上 我们都会看到有人说打空针 把这个事情放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对吗 那有很多病人都会主动的问我 特别是我很熟悉的病人都问我 医生这个可能是 这个可能会发生 我想说如果你这个东西 你在一两个月前问我 我会斩钉截铁的骂你说 你们要对医护人员要有一定的信任 医护人员念了这么多年 他不可能为了这一点点的事情 而去打空针的 对不对 因为你说打一个空针 他能够赚多少钱 他赚不了多少钱 对吗 但是因为随着这些新闻 不停的增加 甚至现在我就开始动摇了 我就会用另一个方式 跟我病人说 我说我们马来西亚 一天打40多万剂针 对吗 40多万 害群脂马有多少个 可能都不超过10个 但是因为这10个人 他就否决了这400千的 这个疫苗的接种的 那个什么 疫苗接种的那个诚恳 和这个疫苗接种的那一个态度 甚至有些病人 他们就会说 说我要看你这个疫苗 你这个疫苗是怎样的 你这个疫苗是不是冷的 我怎么肯定你这个是疫苗 就会问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当然站在一个医生的角度 我是愿意回答这些问题的 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 问题在于后面在等着接种疫苗的人 他的时间就拉长了 那么后面的人就会有意见 说哇 为什么这样久啊 因为人就是这样子 羊群效应 这个在里面这样久 下一个也会希望 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整个事情就会拖得很久 那可能在整个疫苗的接种速度就慢下来了 这个可能我是想说 这个可能我是想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场合 把这个我自己担心的东西 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是刚刚我们崔医生讲的这个医疗父母心确实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在因为你面对的真的就是一个生命啊 活脱脱的生命这个部分 那不晓得崔医生在就是业界那么久啊 就是在医疗界那么久 就是我们其实也常常看到了 包括我们在一些一些连续剧里面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可能医界里面的一些黑暗面啊 让一些可能有医者父母心的这些医生 可能也会有点心灰意冷啊 就觉得说啊怎么办啊 尤其是如果有时候看到一些可能这样的 就是这种就是走的比较偏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哦 刚您举的是四十多万里面可能就是十几个人嘛 如果这个十几个人继续扩大哦 变成百多两百整千人的时候 其实这个医医学界 你在走这个这个医药的工作的时候 会不会有时候也会觉得说 有点难走下去 可是你还是走下来了 其实是什么要支撑着你啊 这个东西呢 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啦 我想说每一个行业真的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害群脂毛 OK不只是医疗界 因为当然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因为大家以前对医生是一个很 很崇尚的 很很伟大的一个职业 所以他们可能接受不到 医疗界竟然有这种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想说每一个行业都有 关键的在于哪里 关键的在于你的初衷是什么 因为我们说从一个医生 他的求学过程到他的求职 包括到现在他所面对到的每一个挑战 绝对都是一个 可以让你放弃医学的一个理由 好像我举个从求学的过程当中 求学的过程当中 可能你会觉得 为什么人家大学读到念书 念到可能两点就可以放学了 我们医学生必须要念到晚上七八点 七八点放学以后 我们还要不停的在那边念书 因为我们要预习 我们要温习 对吗 明天我们还要上课 为什么有一些 然后我们讲 不同的行业 他可能只是一个一周里面 就上了两到三天的课 但是医学生 他们肯定是上了五天的课 这个可能就是要你 要回到去你的初衷 为什么你要当一名医生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你的一个人走歪了 当你一个人走到了一个盲点 走到了一个很想放弃的边缘 你一定要永远想着 你为什么要当医生 因为当你这个意志力不够强 或者是这个 当时候念医生的这一个理由不够强的话 是你很容易又倒下来了 好像我们说在工作职场上 有很多霸凌事件 之前我们不是有说吗 有些医生被欺负 做一些很打杂的事情 包括给病人的谩骂 有些病人甚至他们是可能不讲理了 就要跟你吵跟你闹 这些都可以让你离开这个医疗界 包括到现在 像我们说新冠肺炎 像我当时候去年爆发新冠肺炎 我还自告奋勇要去前线工作 但是家庭他就阻碍了 他就阻止我 他说我可以是医生 但是别忘记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我也是家庭成员 我是某某某的孩子 我是某某某的爸爸 某某某的丈夫 这一些这股压力之下 你是怎么去平衡 你是怎么去把这些东西给 哪一个放先 哪一个放后 你怎样去找一个平衡点 绝对都是凭着你当时候 为什么你要念医生的这一个动力 因为如果你这个动力变弱了 或者是不挣了 像我们说有一些人 他们念医生就是为了要赚钱 其实现在大家都发现到 医生根本挣不了钱 因为你可能在 你要挣钱的过程当中 你就被刷掉了 你会发现到 你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到可能那些做金融的 或者是难停一点 操操股票运气好的 他赚的钱比你还多 对吗 我们讲医生真正挣钱的时间 是在什么时候 一般上是50岁以后 但是你能不 如果你的初衷不够强的话 你挨不到50岁的话 你就可能会离开 所以我是觉得 我觉得了 最重要是那个初衷 那一份赤子之心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当时候 你没有这个赤子之心 没有这个念医学的 这个伟大的这一个动力的话 来支撑这里 你很快就放弃了 真的很快就放弃了 特别是像现在工作的时间 这么的长 包括假期你还要去烦这个 烦那一个 这个很容易就让人崩溃了 真的很容易就让人崩溃了 是真的 我觉得医生这个工作 真的是很不简单 就是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报道 就是说 就是整个医院的医生在 就是做了 他们以来做全身的检查 结果一检查之下发现 那间医院的医生 有三分之一都是癌症 他们其实都不知道 那他们其实都还是忙着去救人 这个工作 真的很让人敬 很让人敬仰 但是也很让人心疼 就是医生的这个部分 是 是的 这个说来话长 特别是那些手术的医生 你们知道手术科的医生 他们是很可怜的 为什么呢 像我记得我曾经 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了 当时我就在医院里面做手术 那么我们做一个手术 我们一般上是 我们的吃饭时间是什么时候 就是 第一台手术的病人出去了 第二台手术的病人要进来 就是这短短的空间里面吃饭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就让我的护士去买 一包饭盒给我 就是我这台第一台手术要做完了 我要准备做第二台手术的时候 我就让我的护士去买饭给我 我就给了他20块钱 他就跟我说 哇医生这么多啊 我说有多的 你就拿来当那个跑腿费 OK 我只要一盒饭 让我吃的安心就好了 他说万一我买5块钱 我说不用紧 我说有多的你拿掉就好 结果可能我这个护士 他很好心了 他拿来了一包饭 和我哭笑不得 因为我一开 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 我看到有饭 我看到有菜 OK啦 我看到有鱼肉 我看到有虾 我看到有那个什么 什么大排骨 我整个人崩溃 我就看着我的护士 我那时候语气可能也不好 我直接直接我就破口大妈了 你要我怎样吃 你要我给那个鱼骨啃死了 还是给这个大骨头啃死了 还是给这个虾 卡住喉咙吃不下去 然后我就在很气的情况之下 我就喝了一杯咖啡 我就马上做第二台手术了 那么整个手术全部做完之后 我早上只是吃了一个早餐 但我整个手术全部结束以后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那我一天一整天 我吃了什么东西 早餐跟一杯咖啡 所以后来可能 护士也聪明了 第二次护士也聪明了 第二次他买什么呢 他买鸡胸肉买鱼蛋给我 我吃得多开心啊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用很短的时间 五分钟我就吃完我的饭 但是我想说 手术的医生 这个就是他的宿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 因为如果你在里面你吃饭 外面的病人 他们可能就第一个想法 难怪我等这样久了 原来医生在里面闲聊吃饭 这个是可能老百姓 会经常讲的东西 但是我们里面的人 有时候我觉得了 我们就算了了 你要怎样讲就你怎样讲了 只要我把我的工作做好就算了 因为我们讲 像你看我们的卫生总监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现在很多人就在那边 骂卫生总监 就是因为你 然后我们的疫情变得这样严重 就是因为你怎样怎样 我要你下台 怎样怎样 我们的卫生总监到今天为止 他都没有有一句 铿锵有力的反驳 对吗 他都是你要怎样讲 你就怎样讲 我把我的工作做好 我把我现在手上的东西做好就好 这个有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医生的宿命 医生就是我们说的 你做的东西没有人看得见 但是人家看得见 就是一个活生生摆在你眼前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能 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对医生的那个抱怨 可能要稍微少一点 毕竟医生这条路真的不容易走 而且如果心术不正的病人 心术不正的医生 其实很早很早都已经被刷掉了 都已经被排除 排除在整个医疗系统之外了 剩下的其实都是那些 实事求是的 认认真真做事的人 这个可能 我想这样讲一讲 明白 是 像我的一个朋友在台湾 他当这个心脏科医生 他就说 他一天看诊而已 就要看一百个病人 平均一个病人 他说小薇 如果我是一个病人要看五分钟 我一天就五百分钟 五百分钟 大概就是八个小时左右 再看诊 看完诊还要寻防 寻完防还要进手术室 所以呢其实一天下来 其实是蛮累的 这个职业的这个部分 然后有时候半夜 在接到call的时候 还是要赶回医院这样子 真的其实是很敬佩的 但是呢 就是医生 我这样听下来 我就觉得 以前我 因为我是念新闻的 那我们以前会想说 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人 就是比较容易得的是胃溃疡 因为不定时吃饭 赶新闻的时候 可能就是赶去报导 然后那个时间刚好是吃饭点 但没有办法吃饭 所以就常常就 今年累月下来 可能就会有这个胃溃疡的问题 那不晓得说 这样子听下来 好像医生也会 如果你问我的话 这个绝对跑不掉了 这个是绝对跑不掉的 但是我更加想强调的是 医生除了在这个身体方面的 这个问题以外 更重要的是家庭方面 我举一个例子 我就说我自己好 其实我曾经在处于一个家庭崩溃的边缘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 我先说我自己的角度 我当时在沙巴工作 我以为我每一个月 回来一次看看家庭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伟大了 这个是我紧紧的一个角度 每一个月回来一次 那个飞机票就这样子 钱就这样子花来回来 而且一回来就回来三天 我以为我很伟大了 但是我发现到 因为那时候我跟我的太太 还有很多的争执了 争执点在于哪里呢 就是我人是回来了 但是我回来的整个精神状态 是非常非常的累 我曾经试过在 我陪我太太在走街 我就在外面那个凳子就睡着了 我也曾经试过在电影院 呼呼大睡到旁边有些人 他说你可以叫他近一点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太太就当然有意见了 这个对于一个女生来讲 肯定有意见了 为什么老公回来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我自己就觉得 你干嘛还要为这种小事而吵 我人都回来了 对吗 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争执点 OK我相信这个不只是我而已 还有很多很多的医生 也是这样子 特别是我们在 我记得有一次在吃着粘夜饭 吃着粘夜饭 就是我们说除夕夜的那个晚餐 有一个病人打电话来 就跟我说他大便大不出 那我就在那个餐桌上 就跟那个病人说 怎么样把那个大便给弄出来 结果就给我爸爸擦点 就一个闪光就闪过来了 再吃着粘那个除夕的饭 我竟然在那个饭桌上讲这种东西 对吗 所以我觉得 溃疡未溃疡呢 当然这个东西 就我们说这个胃痛 胃炎这个东西 这个是肯定的 对于每一个行业 对在这种 我们说好像新闻工作者 我们对那个新闻的时效性 在医生方面 医生就是那个病人的重要性 在这种这样的一个行业底下 一定是跑不掉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想说 医生可能还会面对到的就是一些 还有记者可能会面对到的就是一些家庭的问题 比方说一个电话打来 你就要走了 不管你在做着什么东西 你就要马上离开了 对吗 好像我那时候在沙巴也这样子 我的那个租房 我因为我那时候是租房的 然后租房的时候 半夜凌晨两点打电话来 我就要马上回医院了 对吗 然后当你在你回医院的时候 可能因为那时候我是租房 就租房的时候 我肯定要先off掉那个alarm 然后再开门 肯定会有声音 然后你这个声音 然后你要再把它关回去 你就很不小心的 就会惊动到你的 其他的租客 或者是其他的你的房东 那这些东西都是你要承担的 而且你要懂当你很很很 就是你睡 因为你两点多那段时间 你是在睡眠是很 就你整个人 整个人是很朦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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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朦的 当时又要你做一个生与死的决定 那你是不是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 那个 就是那个心理准备 因为我们说 如果当时候比方说 这个病人要说用一个抗生素 那么你说不要那么病人死了 那这个压力 你是不是能够承担 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 考验一个医生的智慧了 还有医生的经验 当然这些经验都是慢慢慢慢的累积了 都是慢慢慢慢的累积了 是 就是我们听到了 就是崔医生讲的 就是做医生可能真的是 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挑战 就是不要只是光着想说 他可能就是地位高 然后赚钱多 这个事情 其实还有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个部分 包括自己的身体 有人际关系等等 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不晓得崔医生 您怎么看 哪一些朋友 哪一些同学 可能他比较是 怎么样的人 是比较适合走医这条路的 而且他比较可以 就是坚持下去的 如果你问我 在医学这一条路 我自己的一个总结 越是聪明的学生 不一定是越最好 越是好 因为为什么我们这样子讲呢 聪明读书的人 OK 可能他在他的 那个 学习成绩非常好 但是他的抗压能力很少 OK 什么叫抗压能力呢 就是我们说 一般上 我们说念医学的 都是那些教教者 对不对 所以教教者的话 他可能 他的那些 各个科目 都是拿满分满分满分的 但是他科目拿满分 并不代表说 他在医院里面 他的工作也是满分 这仅仅只是 他的一些知识 是满分的 当然我们说 那些考试 考得很烂的 OK 比方说 成绩都是低空飞过的 他们也不一定 是最不好的 因为他们的抗压能力 是最强的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 就不停的给人家 可能责备 为什么你考试 考到这样差 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边我想 跟大家讲的就是 念医学 你其实是要一个平衡 什么平衡呢 就是一个知识 跟抗压能力的平衡 如果比方说 你这个抗压能力 在这一个环节上 可能相对比较弱的话 不是说不能够念医 还是能够念医 但是你可能你念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做一些 辅助科室 就是减少对人的 那一个接触 比方说我们说 做病理科 你对着那些标本 又或者是我们说 做放射科 然后肿瘤科 就是你减少 你对那些病人的 一个接触 就不要做那些 比较大抗压性的 比方说我们说 家庭医生 这个抗压能力就要很强了 又或者是急诊室 这些医生的抗压能力 也是要很强的 当然理论知识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说 你的理论知识是你的一个基本盘 如果你连理论知识都不好的话 那你这个路更加难走下去了 更加难走下去了 所以综合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 当然医学这一条路了 可能很多的大学 他们都会硬性规定 你一定要有多少的 那个怎样的一个成绩 你才能够进去 怎样怎样你才能够进去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要念一个预科 还是怎样 我觉得在大家在想这个环节上 可能大家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 去想自己 这个是不是自己要走的路 这个是不是 我能够面对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说 医学上我们的挑战实在太多了 今天我们有新冠肺炎 可能十年后或二十年后 我们有另外一个肺炎 或者是另外一个长眼 那这个是不是 你能够接受的 你能够面对的问题 当然有很多人 因为我有学弟 他们会这样讲 现在讲这些都没有用了吗 等我到了那天我就知道 当然我想说 如果这个时候 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底下 你都无法接受 你都觉得自己 好像比较难去理解的 那么这个条路 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那如果比方说 在这条路上 你觉得 我可以 我可以接受 我愿意付出 我愿意 做更多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很 我们讲很positive的一个想法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同学 我希望你们记住 今天你们的这个positive的这个想法 为什么 因为以后 当你碰到挫折 当你碰到阻碍困难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往前继续走的动力 千万不要忘记 今天为什么 你要念乙的这一个动力 因为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念乙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被现实 或者是被一些金钱 权力给诱惑 那么到最后 就医生不像医生了 典型的例子 我就不说了 最近我们有一个医生 他就不小心念错了 一个西班牙流感 这个医生 可能他到后面的时候 他就已经变成是一个 可能是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所以我们说重点是 你必须一定要非常了解 你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的初衷在于哪里 是 所以像这样子 除了刚刚您讲的 可能就是抗压力 然后这个成绩 还有他们的这个心态 还有他们的信念之外 不晓得在体力体能 跟身体健康这个部分 有没有一定的要求呢 如果你问我 当然这个体能体力 当你这些东西都具备了 这些东西都是迎刃而解的问题 对不对 好像我们说 当时候我在医院里面 我就曾经试过 累到基本上就是 只要我在一个 一个椅子 可能一个椅子 或者是一个平坦的地方 给我五秒钟 我就可以睡着了 对吗 但是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这样的一个 那个态度 我觉得这些体力 这些体能 你都可以战胜了 都可以战胜的 你不用特地说 为了念医生 特地去锻炼好你的体力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这些都不需要 因为这些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也不太实际了 因为我们后面的 我们在整个系统里面 我们的工作 是一个怎样的环境 没有人知道 但是重点是 这个信念非常重要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这个信念没了 体力的问题 也是一个挫折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这个信念 是在的话 你这个体力的问题 肯定可以克服掉的 这是我们 就是YouTube平台上面 朋友问的 就是这个健康的部分 我也联想到 比如说假如 我今天可能 自己身体有一些状况的 可能会有一些病 我又没有哪一些病 可能是不适合 我不适合当医生的 有这样子吗 我是这样想 就是除非是那种 我们所谓的精神科疾病 情绪很难控制的 比方说我们说 有抑郁症 焦虑症 焦虑症 躁狂症 当然这种程度 我们有说轻重重 如果比方说 你对你自己的 这个情绪的控制 是比较困难的 那么当然 这个就不建议了 或者是比方说 我们说有这个电线 可以发扬掉 那发扬掉的话 我们也不建议去做 这个医生 为什么呢 因为当一个病人 有发扬掉的时候 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你可能在做这一些 操作的时候 突然间 发作起来 那这个病人 就很倒霉了 真的很倒霉 对吗 那么家属也不一定 能够接受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 当然这个也是 比较夸张的一个说法 就是心病咯 可能因为 随着现在年轻人的 那个 心开放之类的 所以可能会不小心 染疫了 那如果有的话 也是不适合念医生了 因为毕竟我们碰触 这些血制品 还是比较多的 那如果比方说 没有上述的问题 我觉得基本上都不会 都OK了 都OK 没有问题 是 所以我们有时候 也会看到 有一些医生 可能就是不耐烦 就是对病人 可能问的一些问题 可能会有点不耐烦 所以其实耐性 是不是一个医生 也要很有这个耐性 EQ要高了 EQ要高 对 这个EQ要高 因为我举个 我举个例子 OK 比方说 因为OK 我们就想说 一个医生 在门诊部 OK 或者是像我们 家庭医生也好 我可能今天看了 十个病人 比方说 我看了十个病人 十个病人里面 每一个病人 都要花半个小时 去解释 那么第十一个病人 我态度上 肯定会有改变 对不对 因为我每一个病人 都花这么长时间 去解释同一样东西 或者是去 不停地在边 解释 解释 那第十一个病人 可能他 触碰了一些 医生的点 比方说 你有没有医德的 类似这样的一些话 那么医生可能 就会火大 就肯定会火大 那么关键的 就在于 这个疫情上 你怎么去控制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人生必修的学问 真的 我觉得是一个 必修的学问 可能 有些医生 他们的 可能他们就是 不太讲话 但是他的做法是对的 OK 有些医生 他们就是很喜欢讲话 像我这样子 很喜欢讲话的 讲少一句 我都觉得不舒服的 那么 就看 看你自己的 这个控制方面上 你怎么去控制 跟怎么去平衡 因为好像有些医生 你去看病的时候 他们会说 可以了 你这个是 普通的伤风感冒 放心 没什么大事情 可以走了 对吗 有些病人会觉得 很不舒服 你搞错 我给这么多钱 我只是听这样的一句话 但其实这些话 都是最重要的一些话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第一个 这个医生 已经告诉了 你一个诊断 你是一个 普通的伤风感冒 第二个 这个医生 他也告诉了你 你的这个问题 是一个可以控制的问题 而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三个 这个医生跟你讲 你是没有事情 对吗 所以我们讲 在这样的短短的一句话里面 医生已经告诉了你 三个很重要的讯息 但是可能病人 他就觉得 这个医生 怎么这么奇怪 对吗 他希望的是知道 为什么自己病了 这个病是怎样得到的 那可能这个医生 就不愿意去解释 所以可能就造成一些 沟通上的误会了 对了 其实各行各业 今天都会碰到 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资讯 很发达 我们大家其实 随手就可以上网 就查到一些资讯 虽然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资讯正不正确 但是就是有人这么讲 那我现在这样子了 到底 但我又没有一个 专业的基础去判断 所以我心里面会有惶恐 那当如果医生可能没有 他也不晓得 我们这个部分的时候 那他可能这样子给的时候 我们可能两方 就会起这样的一个冲突 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个 EQ的这部分 确实真的是要很好 那我们其实有很多同学 也会说 我怕血 所以我应该不能读一 是这样子吗 也不是的 我想说这是什么怕血 怕这个怕那个 你时间到你就不会怕了 时间到就不会怕了 时间到你就不会怕了 好像我曾经也是怕血的 因为我们讲这个东西 我们可能以前 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 当我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恐惧 当我们看多了 我们就不怕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可以被克服的 还是回去我之前讲的那个东西 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 跟你那个信念在于哪里 如果你的信念是很强的话 你要确定你是要做一个好的医生 这个东西是一下子就可以扣除了 只是时间的问题 是是 那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团队说 这医生很幽默 很棒 幽默好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其实我们这个行个夜 真的幽默很重要 同时把我们的EQ抬高了 那部分 谢谢夸奖 谢谢夸奖 那我们这边有同友问 那请问我们面衣 是不是也要有很好的记性呢 因为好像要记好多 病名啦 要名啦 等等的那个部分 所以记性是不是记忆力要很强吗 我还是用回感成那一句话啦 其实如果你说记忆力强 其实我记忆力并没有很强 关键的是在于 自己是不是足够的努力 OK 好像有些人 他们有我们叫做photographic mind 他可能看一遍就记住了 那么我是比较差的 那么我不读两遍呢 两遍不行 我不是读三遍呢 三遍不行我就读四遍呢 总有一个点 一个数量 你一定会记得住的 但关键的就在于这边 你愿不愿意付出 比别人多的努力 那是什么动力 使你付出了 比别人更多的一个努力 这一个就变得尤其重要了 对吗 好像有些人 他们可能会抱怨说 为什么你这样厉害的 你读一遍你就记得住了 我读十遍我都记不住 那关键是你读的这十遍里面 你是不是有用心的在念 你是不是有在做一个联想 像我们说现在 网上有很多那种记忆课程 包括什么联想课程 这个可能 你就要去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方案 自己的一个办法去理解 跟去想这个概念 好像我们说医学式的 好像特别是我们念的这个行业 消化科 消化科 病人一进来就跟你讲肚子痛了 那么这个肚子痛可以是很多原因 他可以是蓝尾炎 他可以是宫外孕 他可以是我们所谓的胃炎 胃穿孔 肠梗 肚子 心脏病 血液科的疾病 很多 对吗 那问题就在于这一边 就是 你是不是有认认真真的去了解 当然后面这一开始你读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 但是到后面 随着你在临床工作 你再把你自己的那个课本上的知识 跟你临床上所见到的东西 相结合你的记忆就非常非常的深刻 所以我们说医学这个行业 它是一个活到老 学到老的一个行业 就是在于这边 有时候我们在课堂上 我们念的东西 很快就忘记了 甚至 难听一点 我们念的这些东西 其实说穿了 就是为了应付考试 为了通关 对吗 一考完试了之后 全部东西就忘掉完了 但是问题是 你在病人面前 你不可能跟病人讲 你这个问题 你等一等 我知道在这个内科书里面的 第353页 你给我先读了一下 我再来医你 这个是很不对的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只能什么呢 你只能就是尽量的记得住 那些大的东西 然后在病人的问题的时候 跟上师讨论 然后再回家再学习 好像我记得当时 我在做我的那个实习的 那个过程当中 我每一天基本上都是 一点多睡觉的 为什么 因为我把我临床上看到的东西 回到家读书 然后再网上找找资料 相结合 哦对哦 我这个病人有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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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看到的第一个 你就有这个概念 第二个 你的这个概念 就会特别特别的深刻了 第三个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还比教授更厉害了 你可以自己自编成书了 这个病人他有这样的 一定有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 一样的道理了 因为医学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子 你看多了 你就会紧了 就好像开车一样的 开车的时候 大家要做什么 三点灯都会死活 但是你架多两架 你甚至一面拿手机 一面手转转转转转都可以了 对不对 就是熟能 熟能生巧的东西 所以不用怕的 不用怕的 是是是 那我们这边也有朋友问 我们的一个朋友问到说 请问医生 就是医治病人 有没有讲求就是 演员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看你顺眼 我就把你医 我看不顺眼可能就不医了 会这样子吗 医生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态度了 OK 因为我们讲 坐在这个位置的人 其实就我们医生了 都是想帮助病人的 那我给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OK 活生生的例子 一个病人 他来跟你讲 医生 我最近排便不顺 排便有出血 你可以帮忙我一下吗 对不对 这种态度是每一个病人 基本上都会有的 同样的问题 我在讲的是痔瘡 同样的问题 一个病人来 医生我有痔瘡 你帮我医 手术在多少钱 我问你 你看到两者的态度吗 那我问你 如果你自己是医生 因为人心肉燥了 对吗 你遇到这样的病人 你会怎样想 是咯 你这个是自肠 你这个自肠 我这个诊所处理不到 你要去医院 我都讲 你们这家庭医生 没有用的了 浪费我时间 我要跟我老婆讲 你看到 这个是活生生 在我诊所就发生的事情 对吗 他就一来就跟你讲 医生我有自肠 你不好意思 就这样子 我是想说那种态度 因为人与人之间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沟通 当然可能这个病人 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 医生就觉得 这么你这个人 这样的一个态度 究竟是我欠了你了 还是怎样 因为有些病人 他们会把他们自己想成 我不是来给钱的吗 我来给钱你 我就可以是那种大老板的 那种方式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 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些东西 因为毕竟对我而言 我相信能够坐在诊所的 或者是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医生 都是想帮助病人的 真的 关键是在于那个态度 病人的态度 如果病人的态度是比较拽的 病人的态度是那种 我是一个大富豪的一个形象的 那我相信这种疾病就 怎样医都医不好的 特别是我们说 我们医学界里面 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的 我们宁可医平民百姓 都尽量 尽量不要医那些什么高官职的人 什么dato3单税那种这样的人 为什么呢 好像我举个例子 我的诊所就有这样的VIP了 他来的时候 他一定要清空我的clinic 然后要我特地跑出去去接他的 因为为什么VIP吗 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就欠一样东西 还没有铺红地毯 我就欠这个东西 但是从他下车到我的诊室 VIP 我要安排到方方面面 很周到 然后跟他讲 哎哟 sorry sorry你VIP 你有这个病 对不起 好像很悲公 很卑微这样子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我自己觉得很恶心 真的很恶心 因为我们医生 我们应该 理论上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我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有生病 我就应该一视同仁的去治疗 去处理 但是可能有一些 我们所谓的VIP 他可能就会说 你懂我是谁的 我三十分钟后到 你会做的 一般上都是他PA 就会这样跟你讲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 我们把他 你也不是一个病人 对不对 你给的钱也没有特别多 所以一般上这种VIP病人 我都会四两波千斤 尽量的去不处理 为什么 因为一般上你在处理这种 这我自己的经历 我自己的经历 你在处理这种病人的时候 是他们都不会相信你的 因为他脑海里面 第一个印象就是什么 你只不过是一个家庭医生 他们可能这些VIP 都会认为 你家庭医生 是一个我们讲 整个医疗系统里面的 一个被淘汰的产物 其实不是的 各位 我想说家庭医生 他的知识面是很广的 专科医生 他的知识面是垂直的 所以我举个 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说 一个心脏科医生 可能他不会处理 一个普通的伤风感冒的 真的 他不会处理一个伤风感冒的 一个妇产科医生 可能你跟他讲 这个胃痛是什么概念 他根本就不会的 但是一个家庭科医生 我们讲一个肚子痛 他就会看了 他会跟你说 你这个问题是不是他能够处理的 你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去看 专科医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家庭医生其实是我们社区的好朋友 他是第一线 就是为我们 就是诊断 我们其实情况是怎么样 需不需要去看 需要进医院 需要去看专科 等等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这边上面 我们也有朋友在问 请问就是家庭医生 跟医院 还有就是 手术科医生 就专科医生 比起来 压力其实是怎么样 我觉得从压力的角度上来说 其实 大家面对的是 一个不一样的压力 不一样的压力 为什么呢 我们说家庭医生 你面对的是一个社区的压力 OK 比方说 今天 像刚才我说的 当你的态度不好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 隔天在巴萨 那种菜市场 人家就会说 哇 那个医生 昨天怎样 怎样 因为现在我们是不是说 可以录音吗 录音里面 我们不是可以简介了吗 他就把这个简介的 这个不好的东西 放大 放到很无限 你的名字就马上红了 OK 这个是你的一个家庭医生 会面对的一个社区的压力 那么在 手术的手术医生的压力 可能他会面对到的是 他能不能够治好这个病人 或者是如果这个病人 在手术过程当中 万一出现了并发症 他要怎么去跟家属解释 好像比方说 我们说做一个手术切除 结果在这个手术切除当中 病人大出血 OK 大出血可能 他的手术费用本来是 我们先说 私立医院 他的手术费用本来是2万的 突然间因为这个大失血 用的材料多了 要变成5万 6万 他要怎么去跟病人的家属解释 这个是一个压力了 当然在公立医院的话 因为我们说公立医院的话 我们一般上都会有带着一些年轻医生 去做手术 那么他可能会面对到的是 究竟这个年轻医生 是不是能够 好像他所想象中的 做得这样好 那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他要怎么去接手 要怎么去做 这些都是我们讲 考验手术医生的一些压力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 面对的压力是一个不同 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压力了 各有各的压力了 反正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压力了 我是这样想了 关键是 如何去面对 如何去 大家坐在同一个平行线上 去解释这个问题 可能是很考验一个医生 或者是一个人的智慧 因为有很多时候的 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 事情发生的时候 大家无法站在同一条线上 去讨论事情 那无法站在同一条线 讨论事情的时候 可能就有人就会 不高兴了 误会了 就是这样子产生了 所以我看一下 我们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问 我们的朋友 修金说 医生好棒棒 非常棒的分享 是非常感恩 那我想说 我们最后一个提问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 就是整个疫情的打击 我们很多可能 大家都会很担心 因为对这个病毒 很不确定性 这个部分都很担心 那但是呢 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 疫情 然后面对经济的打压 吃紧 那还是很想要去念 医的这些朋友 不晓得最后 我们崔医生 你会给他们 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跟鼓励 OK 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 想要去念医的同学 学弟学妹 你们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好像刚才我说的 你们一定要有一个 强大的赤子之心 钱没有 没关系的 一定有办法 传到敲头 自然子 OK 可能是到时候 可能会有三星人士捐款 或者是可能 他凭着自己的努力 而拿到奖学金 我觉得这个 暂时不要再 不要因为 自己的一个 金钱上的一个压力 而导致 放弃了这一个 这么美好的一个 学习的机会 当然重点是在于 你必须要有 这个强大的 这个赤子之心 因为好像刚才 我讲的这么多问题 这一些都是一些 活生生的例子 比这个更激烈的 绝对不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当然时间限制 我无法 一一跟大家分享 但是当这些压力 来的时候 如果你的那一个 初衷不够坚定 那么你很容易 就被推倒 那你这个一被推倒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要什么呢 你可能你会怀疑 你自己的人生 因为我们是这样讲的 医生这一个是 非常专业的一条道路 我们说 你好像你比方说 你在念其他的科系 比方说 Sales and Marketing 你东家不打 你打西家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你在医学 你不可能说 你A医院不打 你跑去B医院 因为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说 当你的名字 你的名声一坏了以后 整个全马的医院 都懂你是谁 或者是我们说 在政府医院 然后比方说 你在政府医院 发生了一些什么 重大的医疗事故 我相信 整个医疗界的人 都懂你是谁 那我想问你 你要怎么去 找另一份工作 如果你比方说 你去找另一份工作 好像 我举个例子了 我们说 比较门槛相对比较低的 然后比方说 做Sales 可能人家就把你看成是 你只是一个SPM STPM 同考 或者是A level 这样的一个毕业生而已 你这个医学的 这一个文凭 根本无法应用在 他们的那一个行业上 明白吗 我觉得同学 必须要有这个 非常非常坚定的 这个测试执行 因为如果你没有 这个测试执行的话 你在这个学艺的 这个过程当中 只会越走越困难 越走越困难 是 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 崔医生的肺腑之言 就是真的 大家要想清楚 自己为什么 为什么要去念一 这个部分 然后呢 自己的那个初衷 很重要 那 我看一下 我们这边还是有朋友 想要问 针对就是医生 就是病人 是不是有权利 可以问医生 就是问病因 然后要采取 医生会采取 什么样的一个措施 来预防 请问 病人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医生是一定要回答的吗 我说我自己就好 当然我很喜欢 这种这样的病人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说 以往的一个 医学模式 是医生讲什么 病人听什么 但是现在的这个医学模式 已经改变了 现在这个医学模式是 病人想知道自己的病情 他想希望自己在 因为身体是他们的 他们想希望知道自己的身体 哪一个方面出了问题 甚至他们很希望就是 医生可以不用那一种 很文咒咒 很医学 坑医学术语来解释他的问题 他们都希望用一种 比较简单的方式 去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 当然 这个就看医生 他们怎么去 怎么去诠释 因为我想说 当一个医生 他们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 去解决问题 就好像我 就是我曾经给我的 那个大学教授 批评过的一次的 因为我很喜欢把 很复杂的医学问题 变成很简单的问题 好像刚才我举一个例子 我不是说吗 当你学医学到曾经的时候 你可以一面 一个手开车 一个手听电话 这个就是一个 经验的一个分享 但是可能很多人 就会在这边 鸡蛋里挑口头 他就会说 哇 出医生你这样子 你是在鼓励人家 一面拿手机 一面开车 这个是不对的 你就把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 变成一个很复杂的逻辑问题 人家就已经不再 探讨医学问题 而探讨这个逻辑问题了 那么这个问题 是不是医生能够承担 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当我们讲 很容易理解 就好像我曾经 有过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教人家 怎么洗手 整个视频的重点 是在教人怎么洗手 但是我们还是会 有一些酸民说 哇 医生你在浪费水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 浪费水有多少人缺水 他就把整个重点 转移了 你看到吗 所以当 有些医生 他们可能就不想 跟病人纠缠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可能 也有可能是因为 他不懂怎么 用一个简单的方式 去解释 毕竟现在我们 不是说有Google 所以可能很多医生 就会把这一块 让给病人 自己在Google去理解 当然 这个各式各法 我想说每个医生 都是各式各法 但我自己本身 我是很喜欢 跟我的病人 去分享这些问题 因为 我是这么想的 身体是你自己的 你要医好 你就是要透过你自己了解 你自己的病情 当你了解了你自己的病情 你的病就会 医好 你就会减少 看病的次数 这个是我的一致的想法 这个是我一致 我做医生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跟我的大学教授 可能就有一点 不一样了 但是我最近可能 用了太多生活化的例子了 所以就变成 最近我可能有一个瓶颈 就是很多病人 就会可能 跟我在跟我 纠缠于这些逻辑问题 这些逻辑的问题 这个逻辑的问题 我现在是要 我要越动脑筋了 去想要怎么去把这些逻辑问题 把它转化成一个简单的 然后又不会让他 不会让他觉得 很复杂的医学问题 这个是现在我的 另一个挑战了 另一个挑战 其实我们的崔医生 就是除了平常 除了忙着做医生之外 他也到处就是 可能就是大家 可能有需要 这种教育的这个部分 他也真的就是 能够抽出时间的 他都会来帮忙 像我们今天这样子 其实崔医生 应该是好好的来休息的 可是他还是 就是拨出时间 就是真的邀请他 他就二话不说 说好来 我们来跟大家 就是做这个部分 这样真的非常感谢 崔医生的这个部分 今天呢 让我们看到了 就是其实我们 医生要有医生的素养 但是病人也要有 病人的素养 其实我们整个职场 都要有一定的 就是对这个职场的尊重 不管是哪一行 没有贵贱 大家都在为这个社会 尽心尽力 希望能够带给 这个社会力量 帮助需要的人 所以每一行 都需要得到 大家应有的这个尊重 每一行 他们其实都是 想尽办法 要来给大家 这个帮助的 都是助人的工作 所以其实都是 都是同等重要的 所以今天呢 非常谢谢 我们让 我们在整个 一个小时多的 这个分享里面 我们看到了 AI到底有没有冲击到 我们整个家庭医生 或者是医生的工作 我相信今天 大家这样听下来 就听到了 其实AI呢 它带来更多的助力 假如有阻力的话 崔医生说 顶多也就是 10到15%的一个阻力而已 更多来自 其实个人内心 内心的这个部分 你的初衷 你自己的态度 自己的信念 自己的专业 这个部分 才有可能会成为 你的阻力 要不然的话呢 所有这些东西 只要化成助力的话 其实是能够 在这个职场上 你一样可以成为一个 让人家就是 舒染其境的一个医生 不管你在医院也好 在专科 或者是在这个 家庭医生的 这个部分都好 其实都是一个 站在前线 为我们守护 我们健康的 很重要的朋友 我们今天这边 再一次谢谢 我们的崔医生 让我们充分的来了解了 这个AI冲击 被家庭医生的 这个部分 被医生的这个部分